震惊的那种状态 对 就是那一瞬间我不感觉痛 但是当把我抬到担架上开始 去医院了我就开始痛 对 就是因为后来医生就讲是 为什么会痛 是因为骨折断的那个骨膜 夹在那个骨 断的缝中间了 因为骨膜上面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 就是一动一抬它就会夹它嘛 就会很疼 所以当时 然后在医院我也破了一个记录 是因为医生当时说 所有的病人 手术的病人 都是术后才能打 多冷丁阵痛的这种 结果我是术前就打 所以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对 当时医生给我找手上 扎那个血管的时候 就是 因为护士找不到血管 然后紧张的 已经有点筋团了 然后就一直在拍我手 后来没办法换了一个护士长 还找不着 就告诉我 你别急 告诉我 你先正经下来 我就告诉我 还自己念经 我说 我冷静 我冷静 让人把针打进去 我就不疼了 我当然就这么想 反正就疼到这种程度 我们都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 那你去医院的路上 就是你现在想 回头想 最担心的是什么 想什么东西 我最担心就去不了奥运会 太想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就是悉尼奥运会之前 你那时候也是已经入国家队了吧 对不对 那次也是因为受伤没去成 受伤还有些其他原因 雅典这次是你 而且是你状态最好的时候 你03年那个时候 01年03年 维维都那个在亚洲锦标赛 都获得了最具价值球员的这样的称号 亚洲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然后是那个03年的世界杯 也是得了冠军 所以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所以这个打击可能就因为这种反差 就显得更加的让人难以接受了 当时就觉得好 我们怎么那么点费 就觉得 也想问难道我命里就没有参加奥运会这个机会吗 就是就真的会有这么个想法 但是后来就觉得不甘心 就觉得哎呀 还是很想去 就特别渴望 我骨折的当天 开始一周的时间之内 我天天晚上做梦末年是打牌球 在拿奥运赛场上还拿冠军 真的 一周的时间 我印象很深 一周我天天晚上做梦都一样的梦 要想天天做一样的梦 也很难 真是 我不知道蕊蕊是否介意啊 给我们看一下你那个伤的腿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哎呀 皮肤很差了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边那个伤口这么长 嗯 这是当年 对 钉的钢板的那个 这是钉的钢板 对对对 我听说到现在你的小腿里都有一根钉子是吗 有多长呢 我的小腿多长 钉子就多长 对 钉在钉在就是小腿的骨髓腔里面 我说马云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孩子到底怎么样 你一定要告诉我 他就先跑到地方先哭哭 他先找个没人家也哭哭哭哭哭哭 然后给我妈打电话 不关心我说我这次的骨髓花 我说我现在就会帮我 我现在就会帮我